你快说 找我到这儿来 有什么事 我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你非要让我到这儿来 我想让你来 你就得来 什么 我耳朵不太好 没太听清楚 您再说一遍 我让你来 你就得来 还真正的 那 你以为你是谁啊 那你说我是谁啊 假定你是 你是我老板的千金小姐的话 可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得意啊 不是想问你这件事 嗯 你说 我到底是不是她的女儿 这你不应该问我 应该去问她呀 我觉得是 那就是 可我觉得又不是 那那就不是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都让你给说了 这我哪知道 我只是给唐总开车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不好硬性地掺和进去 这是你们家的私事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那怎么可能没关系呢 是啊 你想一想啊 如果我要是她女儿的话 那她以后 是不是什么都得听我的呀 她听不听你的 都跟我没关系 你再想想 我想不明白 你再往生了想想 我想不清楚 你这个笨蛋 我要是她女儿的话 那她以后 是不是什么都得听我的呀 那她要听了我的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提拔提拔你呀 真的 你准备让我干什么 你说你老当个司机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也觉得是这样啊 那我就考虑考虑 让你当个副总吧 你干不干得了啊 那太没问题了 别说副总了 有千金小姐做后盾 我总经理都干得成 那好 就提拔你当个副总 对 你去哪儿啊 我回公司待命啊 我还没说完呢 我就准值得你没说完 咱们呀 别兜圈子了 你为什么让我上这儿来 有话就直说吧 我跟唐总多少年了 我能不了解她 就说她认下了你 你是她的千金小姐 是她的心肝宝贝 我告诉你 她也不会因为你 而拿她的整个公司 开玩笑的 赛友 我对你 没有任何企图 这你应该知道 我开始帮助你 是觉得你挺可怜的 后来 我又觉得你 很朴实 人挺仗义的 你应该知道我 我何东有多的本事 我就吃几碗干饭 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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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什么呀 谁激动了 我就是让你知道知道 何东 是一个什么人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今天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他本来人家今天上午 心情挺好的 你知道吗 你刚才是拿人的人根开玩笑 你今后一定要学会 怎么去尊重别人 知道了 我知道怎么去尊重别人了 今后至于我怎么尊重别人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都很尊重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你一直都挺好的 咱们先话少说了 你以后有什么事 就直接喊我何东 叫我老何都行 老何 喊老公呢 对呀 我还给你当个媳妇呢 那是假的 当真怎么样 真的可不行 真的呀 就要睡在一个炕上了 是开个玩笑 从今往后 咱们的地位 会越来越悬殊的 你是住别墅的千金小姐 而我呢 是给人开车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这是暂时的 会很快改变的 那第二呢 第二 其实 你还是一个挺可爱的姑娘 就是你身上这股野的钢枪的野劲 男人不吃的雄心豹子胆 谁敢吹你呀 就你 还不快滚 你敢骂我 妈 妈 您再给我来一罐 我还没喝够呢 成了啊 那不是咱自个儿吃啊 哎 这又什么呀 他们家有的是钱 不喝白不喝 你说这孩子不干 我 我赶紧摆摆吧 这样不容易让人看出来 我说妈 你平时没少喝人家的东西吧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你爸死得早 要不是我这么东一把西一把的奔着 怎么把你们哥俩养起来 又一口十天呢 我一个女人 有当爹有当妈的 她我容易吗 我 不容易 不容易 你爸死那年呢 你才七岁 他除了给咱留下一屁壶账 给咱娘撒留下什么了 留下我呀 留下我这辈子 他就算没白活 我这辈子 恐怕连种都留不下咯 幸福还有我哥 你还有脸说你哥呢 你要有你哥一半 你妈我就放心地退休了 您退什么休啊 就您得操劳的命 一闲下来准得得病 就这么干着吧 这么干着挺好的 那时候 我在街道 当临时工 一个月三十七块 咱娘仨 就指着那点钱 你哄着 你小时候常有病 一到冬天就犯七块炎 一咳嗽那小脸憋得通红啊 都是我 背着你上衣服 你 那不是病 那都是营养不良给闹到的 我现在都不犯七块炎了 我现在不是喝上啤酒 吃上肉肠了吗 你呀你呀 你呀你 你可让我说你什么好 好 我命苦我认了 好歹也是半辈子的人 可你呢 我又怎么了 您让我舒舒服服把这顿饭吃完行不行啊 吃 多吃点儿子 多吃点儿啊 来 多吃点儿 多吃点儿 好 来人了 快走 快走 拿着这条 来人了 这有什么呀 咱又没头又没墙呢 没头没墙也不这么大风链 快走 快走一会儿来人了嘛 快点 没开门 我的鞋 我的鞋 快快 快走 快走 这鸭头 大半夜坐这儿干嘛呢 啊 你呀 年轻轻儿怎么喝这儿 你说 别喝了你 我难受 不高兴 烦着呢 甭烦了 也甭不高兴 唐总叫你呢 啊 我难受 不高兴 烦着呢 叫我干嘛呀 我哪知道 咱拿人工资 人叫去就得去 是不是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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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喝醉了 快点快点 我扶着你啊 好闺女 快点快点快点 快起来 起来听话快点 唐总叫你呢 快去一下 大半夜呢 叫我干嘛呀 我哪知道赶紧去啊 快点快点 哎呀 腿太大 你找我 懒懒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用说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不想听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 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来这家这么多年 我都没尝过这个 我亏不亏呀 今天我也开开洋婚 你是不是觉得 我和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什么叫我觉得呀 是你的做法让我觉得 我跟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要不然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凭什么你送我首饰 给我买衣服 让人跟踪我 给我拍录像带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我 你想了解我 你想对我好 你觉得你欠我的 你觉得对不起我 莱莱 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我没什么要说的 是你让我说的 是你把我请到这儿来的 你也许有个误解 觉得我是你什么人 是不是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来家里 只是做一些家务 别的没什么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以后别再胡思乱想了 干好你那份工作 别再惹是生非 你 来了 刘妈 刘妈 你干嘛 你干嘛 别吓我呢 你什么 不是 正忙呢 是是 快 快去把莱莱给追回来 我告诉你 洋酒加冰块 好喝多了 喝的时候没感觉啊 再一会儿 这就上来了 比二锅的 好喝多了 谁让你偷喝我的酒 你 这么口 干嘛 这孩儿 还用上 孩子主人心疼 这就得 心疼四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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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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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我 有劳动法保护我们的 什么来了 我小儿子说过 还得中 你 重财 你 你 我 我 你不认识 我留吗 认识了 明天再跟你算账 我 孙长 明年跟你算账 孙长 孙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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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跟他谈了 他的反应很强烈 离家出走了 说不定过一会儿会去你那儿 怎么会是你啊 你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你 你告诉我 我不想说 你行 你不想说 那我就不问了 可是你以后怎么办呢 来 擦擦 回家 回起啊 城里啊 毕竟不是你的酒流之地 来 再喝点水 明天 你能帮我把那两大包东西 送到汽车站吗 行 我用车呀 帮你给他拉过去 我不用他们的车 那我就用肩板 帮你给他扛过去 谢谢你了 东哥 人家没哭 还没哭呢 等你真哭了呀 就晚了 不 你看看我这儿啊 你这儿 瞧瞧 又是眼泪 又是鼻涕 我明天怎么穿得出去啊 拖下来 我给你洗 我跟你开玩笑 我还能再换一下吗 还在这儿道道道呢 帮给我找个地儿啊 好 你不会意思是说 今天要住在我这儿吧 我可就这么一间房子啊 我是一个光棍 不住在我住哪儿啊 我睡床上 你睡地下 你 你倒真不客气啊 那怎么了 患难才能见真心呢 将来你要到我们红条村 我就让你住我那儿 你说什么 您饶了我吧 我一个老光棍 跑到你们农村去 和你这样一个小姑娘一块住 那不静等着播新闻的吗 那你就在这儿想新闻吧 我要去睡了 哎 跟我说 哎 那不静等着 你不静等着 你怎么应该是吃了 那你不静等着 我去睡了 那你回来 你去睡了 我睡了 你去睡了 你把你睡了 你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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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回来了 我们不能好好谈谈吗 没什么好谈的 喂 萧楠吗 兰兰回来了 她好像要走 你说兰兰要去哪儿 谁的电话 唐总的 说什么了 她说兰兰回来了又要走 去哪儿 不知道 一听事我就给挂了 爸 有件事我想问你 你别问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那我也要问 再不问我会被憋死的 你说 唐总是不是爷姐的亲妈 别胡思乱想 怎么会这样的 过去我还一直想不明白 那次我到荣城公司应聘的时候 我条件这么好 她为什么不录用我呢 这是她的问题 我怎么会知道 可她还特意提到你的名字 行了 行了 有些问题 以后你自然会知道 我得去看看了 爸 干什么 你知道你们这代人 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就是顾前顾后想得太多了 这有什么不好吗 太过分了 就是虚伪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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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还不是那点酒闹的 什么酒啊 你说你也是 喝就喝呗 干嘛不一起喝干喽 你说你 给我剩半没干嘛 那我怎么了 怎么了 你喝没事 我可喝醉了呢 常听人说呀 这酒能乱性 可不是真的怎么着 你说我这么一老太太 干嘛非馋那口酒 我还后悔啊 昨天说了那么一句 什么咱俩是一头的 这回可倒好啊 真成了一头的了 前后脚从这家门出来了 你让她给开了 可不是 那你去哪儿啊 好嘞我也有个家 闺女 你上哪儿啊 我回我们村 车方便不 好歹咱俩出了一场 要不上我们家落个角 不用了 我这就走了 走就走吧 走了也好 你那脾气吧 根本也干不了 这伺候人的差事 回家种地多好啊 那多自由啊 想种什么种什么 胡萝卜大蒜随你便 想什么时候干 什么时候干 有空气有好 大搞他们一抡 这丫头你说 懒懒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是不是觉得 我和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来家里 只是做一些家务 别的没什么 你明白吗 以后别再胡思乱想了 干好你那份工作 别再惹是生非 这丫头怎么回来了 丫头 连模样都水晶了 这丫头怎么回来了 丫头 连模样都水晶了 快帮我接一下吧 婶儿 累死我了 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 这不光都是给您的 还有给别人的呢 婶儿 看这件毛衣 合不合适 你这从哪儿弄这么些衣服啊 我撬了家商店 全照您的身材拿的 行 还没忘了你婶儿 那是了 我忘了谁 我也不能忘了我婶儿了 您甭酸溜溜的 我也没忘了您 今天 您喝这个 还没吃饭吧 没呢 瞧你这神气劲儿 是不是发了 让您说着了 就这名牌烟 我也给您弄了两条 你这可是行贿啊 你还让不让我干孙主任呢 这说明人爷丫头想着你呢 这这出去怎么样 马马步呼 给大老板当保姆 那你这回来 怎么比出去穿得还怪啊 你看裤子上那些 那些动物 谁说的 这求你现在最流行了 那你 还跟你说你也不懂 行行行行 来 坐下 说说你今后的打算 咱一件一件的说 先把我的账给我算了 我那麦子收了多少 收了多少 也都归人家六字书的 因为所有的税费 都是六字书替你交的 得了吧 没便宜 他能干 婶儿 咱这碗没洗干净啊 以后咱洗碗的时候 搁水冲完之后 得上去蒸着 高温潇要毒啊 这丫头啊 要给咱们村 带来点新闻名呢 你这回回来事不一样了 看来这回进城 没睡马路吧 那是了 这回我睡的是洋房别墅 本丫头住的是单家 你回到村儿 还得住你那破房子 一会儿啊 去给他那房子拾拾拾拾 好 你还别说书 我还挺想我那破房子的 这是件什么衣服呀 这怎么穿呢 傻儿 这是个睡衣 留着晚上 你穿给我书看呢 你这傻丫头 挺好看吧 来 把它都收起来 杨阳 我可是真心的啊 假心你也活不了呀 我这人吧 不太善于表达 你还不善于表达 第一次见人家的时候 瞪着两只大牛眼 流氓也不过就这样吧 杨阳 我就愿意听你说话 你说话呀 就特别逗 我还逗啊 我们姐仨 就我嘴皮子最差了 哎呀 兰兰我可是领教过了 还有个小倩呢 哎 什么时候 让我去领教 领教小倩 美得你 你说见就见啊 还没想好让不让你见呢 哎 哎 通过这些日子交往 我这人怎么样 你还不知道 画人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杨阳 我会给你幸福的 不信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爸当初对你神母 也是这么说的吧 可是她让她幸福了呢 可是她让她幸福了呢 杨阳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 就再也不相信感情了 其实 这真正的感情 永远是美好的 既然美好 那就像诗里说的那样 永远珍藏在心底吧 她来了 杨阳 何总 小林 你找我 找你她 那我姐的事 你姐 就是兰兰 我说呢 怪不得萧叔叔 会对野丫头那么好呢 她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神母 就是她的妈妈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那你说 为什么 她让她跟她住在一起 还迟迟不肯认她呢 情况是这样 我怎么能知道这种事情 我爸这边可能是没有顾虑了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 可是我想告诉兰兰的时候 她又不让我说 她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但不知道对不对 快说啊 要是在国外 我是应该回避的 可这是在国内呀 快说啊 我想 我神母迟迟不肯认她 是因为财产上的原因 财产 财产 是这样的 如果我神母认下了兰兰 就等于有了一个法定继承人 但是作为我们家族 和我叔父本人来说 是不会承认她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有我们林家的血统 而且她是一个私生女 其实你们家那么有钱 给野丫头一部分 不过是九牛一毛 就像是你们家 捐给了慈善机构 不是一样吗 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们林家上一代 下一代只有我爸和我叔父两个人 下一代只有我一个人 她说了半天 跟野丫头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而且 你就别兜圈子了 爽快点快说说问题的实质 那好 我就说问题的实质 就算是我神母认下了她 我叔父也承认了 我的父母也会出来阻挠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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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说越乱乎的 这跟你父母又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就目前的现状 我是我们林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哦 我明白了 嗨 嗨嗨 大家干什么回来了 带什么好东西啊 带什么好东西啊 带什么好东西了 保证亏不了你 嗨 嗨 嗨 好 谢谢 你快几个分一下 小艾 这个拿回去给你小妹 哟 还想让你妹的呢 那当然了 哎 那我的呢 你呀 那分烟去吧你 哟 丫头 你回来了 哎胡子 我正找你呢 晚上让你妈上我婶子去一趟啊 我给她留点毛衣 不要我去拿啊 哟 这么好心呀 那我先替我妈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待会儿见啊 唐总 嗯 何东啊 那我跟您请个假 嗯 你在哪儿呢 在哪儿 我现在正在去洪江村的路上 是吗 是的 是的 你是不是去 对对对 我就是去找他 哦 那再见啊 哎 哎 再见 哎哎 爸 嗯 不出差啊 李姐 李姐跟他妈吵了一架 赌气走了 这我知道了 你要去找他 我行 我觉得 还是我自己去一趟 可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没有到那儿上赌气车了 我先把东西准备好了 明天早上我就走了 你把那件衬衣给我拿回去 嗯 爸 您就放心吧 何东不是已经开车去了吗 如果有事的话 他会打电话回来的 爸 您最近胃病老饭 倒是别忘了吃药 忘不了 那如果没什么事 我先回屋了 你去吧 嗯 爸 如果您见到爷姐的话 就说 我跟小倩都很想念她 我一定告诉她 谁呀 干嘛呀 敲这么小 衣服都分完了 谁呀 谁呀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去啊 你就住这么个破地儿啊 你说什么 不许动手 丫头 家里来课了 要不要开水啊 不用了 一个后勤人员算什么课 看见丫头 怎么说话没深没浅呢 后勤人员 后勤人员又怎么了 后勤人员又怎么了 我还没吃饭呢 我又没招你 你可别跟我闹脾气 招我了 看你们这些城里人我就生气 城里人 我是城里人吗 行 你先怂气吧 我躺会儿再说 你起来 这是你躺的地儿吗 我大老远的来 累死我了 一百二十五公里啊 我先躺会儿再说 你起来 你起来 我不起 你起不起来 不起 你起来 我不起 你给我起来 我就不起 我不起 你起不起 老黄 什么 嘴下留情 嘴下留情 他不是丢了吗 嘴下留情 嘴下留情 你讨好他也没用 老黄 进窝去 听你姐说了没有 回窝去 我不管你回不回去 反正啊 我还饿着肚子呢 那你就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我带你吃馆子去 我可不去 我要吃 你自己亲手做的 你们城里人 是不是都想当资本家呀 我在城里给人家当保姆 回到家 我还得给你当保姆 这回进城 可不是当保姆 是做大小姐 谁爱做那个大小姐谁去 反正我不去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不高兴 说不要我就不要我 说让我回去当大小姐 我就回去当大小姐 我怎么那么听话呀 我凭什么呀 是啊 可有的时候 你得信命 命呢 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你知道 这次来是谁出的主意吧 是萧阳出的主意 萧阳跟我萧叔叔都是好人 他们才是真的对我好 你知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萧叔叔 也就是萧南 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说什么 就是你爸爸 你瞎说什么呀 你瞎说什么呀 是萧阳亲口告诉我的 你笑什么 我怎么跟什么人都能有点血缘关系呢 你是我什么人啊 没准 你又是我什么人了吧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说呀 你的爸爸和你的妈妈 也不能全怪他们 要怪 只能怪 那个逝去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爸爸妈妈多了 也没看谁都把自己的孩子给扔了 这不是有他们的特殊性吗 咱们的话说得越来越深入了 还是闲话少说吧 我还饿着肚子呢 我已经饿得 前心天后心了 行 我带你吃饭去 出来个带气的 人到哪儿去了 出来个带气的 这是谁呀 装不认识啊 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啊 想我了吧 我这不就来看你来了吗 见到你我非常非常 那文明词怎么说来着 应该是非常高兴 不 不是高兴 非常 那叫非常荣幸 对对对 我见到你非常非常的荣幸 谢谢了 瞧你那点学问 刚出去这么两天就大学毕业了 别跟我一样我该记得啊 六子 谁呀 六子啥 我呀 丫头啊 丫头吃饭了吗 这不来吃人来了吗 还不快打火座去啊 就是 吃我的喝我的还不说我好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对了 六子啥 我给你戴两件毛衣呢 回头上我那儿拿去 哎呦 有这个心啊 省就职足了 嘿嘿嘿嘿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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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要有个理由吧 就为你东哥大老远过来看我 够哥们 还真奇了怪了 你现在不挤得我了 干嘛 你要再说我还挤得你 哦 对对对 我要少说话 对 不过 听你叫我东哥 真是很顺耳 来喽来喽来喽 来喽 你这什么呀 满汉前夕中的 一到 你凑我这吃吧 你是不是特后悔啊 阿弥陀佛 我不在这儿给你炒菜 谁上你这破饭馆来吃饭啊 你这不来了吗 我这是来客人的 没办法 我请你来啦 去